骑着一辆电动摩托车 模拟中国西藏边境线 你也没告诉我全是这种路啊 大家好 我是小波 我们现在锁的位置是在波密线的现成 我身后就是我昨天录音地 我发现这个头发几天也没洗了 待会洗个头发冲个电 昨天晚上他多着下了雨 所以呢 把这个外帐给他披上了 看着零零三散的雨滴 然后电动车也给他盖起来了 幸好就下了一小会儿 问题不是很大 现在我们做个饭吃 吃完之后去冲点 冲完店之后就出发 出发去哪里了 没错 出发去木头 继续完成我们的国之大刀219的挑战之路吧 没有毛病 现在看一下整个波密线现成是什么样子 现在也是11月10号左右了 然后 秋一二燃吧 可以说 不像燃烏湖 燃烏湖的海拔要高一点 显得有点有些荒凉 这里海拔的话将近2700米左右 啊 这里的话还是一个广州塔 这里非常好 有卫生间 然后对吧 有水 那边就是汽车充电装了 待会儿做完饭就去那边充电 然后再洗个头 非常标的方 谁说海拔糕饭就这么熟 非得用高压锅 我就来打破这个留言 没错 就是留言 大家看看熟了没有 经常煮饭的人肯定知道 这一看就熟了吗 啊 今天呢打算做一个炒饭 但是现在下起小雨来了 看一下我们今天的食材 啊 这个是蒜苔还有胡萝卜啊 然后配料就是一个葱 一个辣椒啊 没毛病 现在再烧一杯水 待在路上喝 好 现在我们就动作麻了一点 赶紧来这里充个电 充完电就出发 现在我们的车在那里充电 为了不耽误时间 我过来就洗个水 这水是真的呢 幸好问题不知道 马上就洗了 好了 军队 现在呢 我们冲完电了 现在出发 这个木托县这里呢 木托公路 它实行呢 是 双井单出 什么是双井单出 什么是双井单出 就是说 自己去搜 那个意思是 比如说10号就是能进去 但是你不能出来 然后11号的话就是能 能出来不能进去 为什么 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他们这边的话有些情况下 所以我们现在看来沿道里 看着这个路 点个铁 好吗 这里有非铺庄的路 战斗的终生已经打响 最忌讳的 就是在出发前停下来 看 剩下的太阳 已晒在少南上 骑着一辆小店旅 欣赏着沿途的风景 听着音乐 多是一件美食啊 兄弟们 我会身处名人堂 会让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 仰望 我一定要在黄昏前头的 我要看到我的爱人 在夕阳里交引的容颜 和风铃响起时 它隐风满无的一群 它是一件美食 这一件美食 它是一件美食的终生 在主要的里面 尽量 我会和风铃响起时 它是一件美食的终生 下起小雪来了 好的好的谢谢 出隧道之后我发现有很多车都堵在这里 幸好我们是小便利慢慢的就你们过去 下起小便利景 现在说以前的时候雪在上面上来了 有些路也很不处了 我们翻到一辆就不出 刚才下来的时候 就是把那个变好这里 幸好我也变好这样 好 继续走 前面距离 路通线还有80公米 干嘛去这里 有点粗糊 融合 然后 鞋子 你 哈! 哈! 你好 出示一下 先 用 给你一 先 一下 好的 你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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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来 来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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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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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这个时候只能往前冲了 我只能相信我自己的驾驶技术了 牛歹 真是太危险了 你要坐飙车能走这种路啊 你打算啊 所以说后来是基本模型的模型 你打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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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晚上的八点 现在到达了摩托县的县城 我小波什么是怂光 那一个人一辆电动摩托车 依然现在是平安的到达了 兄弟们 现在自己做了个饭吃一下 饭就是早上特意做的饭比较多 然后呢晚上再炒一下 非常的不错 今天呢 就打算录鱼在这个大广场里面了 这有好多车自驾的前面有个卫生间接了一些水 但是卫生间旁边这么一个水源头 不是卫生间里面接的水 这个海拔只有1000米 兄弟们刚才都有蚊子咬我真服了 我从冰激县一路过来 从洗手把他过来之后就没见过蚊子了 结果没想到在这西藏 就要见到蚊子了 主要就是这里海拔 就1000米 1000米都可以说没有海拔 有什么海拔 今天翻雪山的时候 海拔还有4000多米了 雪还在下雪 结果走到这里 直接就是两个世界啊兄弟们 一边是冬天 一边是夏天 这个气温和就是环境吧 我感觉就和东南亚差不多了 为什么这么说的 因为和云南西藏版纳普尔呢 非常的相似 这里也已经翻过那个雪山那些山了吗 可能是喜马拉雅山脉吧 具体我也不知道 反正这里环境真不错 这里就是适合旅居的人 我觉得住在这里非常不错 还去什么海南 去什么西藏版纳对不对 就是这里呢 你来是需要边防退疫症的 就这一点不太好 不然的话旅居来这里非常标志 今天这一路想必大家也看到了 为什么说中国最后一条通公路的县城 就是因为这些路是真的很难修 修好之后维护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看到吧 这一路上基本只要有流水的地方 路都是有问题都是在维修 像每年冲天可能雪融化了 山上面流下来 或者说雨季对吧 都给容易冲毁 就能有你就就必须得进行一个维修 说实话骑一辆电动车走到这里 真的是挑战性很大的 因为现在摩托鞋县城没有一个重点上 现在我的电动车的电的话 还有60%多 通通通到100%走的 因为今天一路大概120多公里吧 从波密线过来 基本都是相簿所以没怎么费电 电的话如果去密林大概160多公里 估计也足够了 但是那边也不确定路上坡多不多 路好不好好多也不确定 甚至能不能走也不去 因为好像有人说 219国道就是木托到密林这一段路呢 容易分路经常分路 我也不确定能不能走 希望没问题吗 去去要不要 反正所以今天也就没没办法充电了 这个卫生间贴了几个字 禁止给电动车充电 不是禁止充电没说电动车 其实也不用充电吧 我发现半路好像有个充电桩 但是要稍微可能绕个大几公里吧 有个蠢人但是不知道是好的还是坏的 反正只能明天在考虑要不要充电各方面的 今天今天过来太危险了 兄弟们当时没录像 一段泥泥路啊水泥路 但是上面有很多烂泥 骑得好好的突然这些死亡摇摆 我去从车头一下开始往后面摇摆 当时我真的是一身冷汗啊兄弟们 幸好我技术过硬 及时的把那个头困着 就是车把困着非常好 就解决了这一次死亡摇摆危机 不然在那摔车那可就完蛋了 预期特别好 还有过那些水啊都是很危险的 一辆国标车根本 根本都过不去只能推了 木托真是一个好地方 有机会大家可以来一来 今天呢就录影在这里 然后明天就继续往前面 沿着边境线继续往命运的方向走 然后现在呢等明天天亮了 就给大家看一下木托线空中的会进行 了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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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